在这一边他的这个图是一个飞镖的那个board 然后John呢他就丢那个飞镖 然后他叫你讲 Coculate the property that the dart hit the shaded region 图回的部分 我们要知道呢 我的propriety呢是分子分母 OK 然后 the shaded region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propriety呢 就是我打那个area of shaded region 除以整个area的 OK So我的area of shaded region呢 OK 他的r呢是等于3 所以他就是pi3square 我们知道他是piRsquare 所以他是pi3square 虽然讲题目叫我用22分7 但是我不要用 我留着9pi 然后我的area 我整个图了之后呢 我们知道我的这个area 我整个图这一边 他的这个radius呢 是3加7 是10 所以我的radius是10 所以他的piRsquare 等于pi10square 然后他就会变成100pi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边这一边呢 他会变成9pi除以100pi 所以他答案是9个100 所以这个的答案是9个100 OK 然后呃 我刚刚不把pi 沉进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知道这边 可以直接约掉 然后课本给的答案是四分之一 可是我觉得课本的答案是错的了 称好数的答案是错的 所以他答案应该是9个100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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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